深哲深谈 深度思考我们的世界 前面说了延安时代 刘兆席和毛泽东的事情 这里再转回来说高岗的事情 1952年底 高岗从东北调到北京工作 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高岗到北京后 本来是安排高岗住进中南海 因为当时中央的领袖都是住在中南海的 比如毛泽东 刘少奇 中央来住的这些人 他们都住在中南海 就是和高岗一起 所谓叫做五马进京 一起到北京的邓小平 他也是住在中南海里 但是高岗他不愿意住中南海 于是就安排高岗住到了北京东郊名乡的法国大使馆 因为当时候法国已经是断了郊了 所以说法国大使馆也空了 就让高岗住的法国大使馆 高岗为什么不愿意住中南海呢 现在呢 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呢 就是说高岗嫌中南海的住房条件差 当时中南海的住房条件确实不是那么很好 比如说朱德他是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 那也不过就是说三间老式的平房了 而高岗呢 他是在东北啊 是住在一个朝鲜富豪 叫做金商稿的公关里头 那里面是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是十分豪华的 所以呢 你要让他住这个中南海 他就觉得啊 这个一下子啊 住房条件他就嫌差了一点 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说高岗呢 他有野心 就是政治野心了 高岗呢 他在北京呢 要想搞一些什么政治活动 那么呢 如果你住在中南海就比较容易被别人察觉 被别人发现 所以高岗呢 就想住到外头去 这样呢 就方便他进行一些政治活动 不管这个高岗的 就是住不住中南海的这个动机如何 当时中央安排高岗住的返国大使馆啊 可以说是比毛泽东 刘少奇 中央来住得 他们的住房条件都好 也可以说啊 当时在中央的这些高级领导人中间啊 高岗住的房子应该是最好的 高岗呢 他本来是在东北独霸一方的所谓东北王了 所以他进了北京城以后嘛 高岗就觉得哎呀 我的权力就大减了 心情也不是太好 就在这个时候啊 也就是在北京 高岗到北京不到半年后的 1953年的4月 党中央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是什么事呢 这就是第一位的毛泽东和第二位的刘少奇 闹矛盾了 在一般的人看来 第一位的毛泽东和第二位的刘少奇 都是咱们惹不起的大人物啊 那一般来说这两位大人物如果闹矛盾的话 那就没有人敢到中间去参合这件事情 大家都夺得远远的这件事情 咱们不能参合 可是呢 高岗呢 他有点好像叫做意高人胆大 但他居然就敢卷入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场矛盾之中 而且呢 他还敢在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呢 来给他拨弄一点是非 要是有这样的 干这样的事情啊 确实一般人还真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的主流媒体的文章啊 他们也承认说 说是195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过一次矛盾 不过主流媒体的说法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啊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次矛盾 他只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一个不同 或者是思想看法的不一致 当时啊 刘少奇就认为这个资本家剥削有功 就认为应该对这个资本家要宽容一些 毛泽东呢 就反对刘少奇的看法 从而呢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呢 就产生了矛盾 当然了 这个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资本家的看法方面啊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意见不一致或者分歧 这呢 是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的一个方面 不过呢 这个呢 他并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矛盾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1953年 毛泽东和刘少奇这次发生的矛盾 他们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现在有三个材料啊 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揭示这个秘密 第一个材料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说的 陈伯达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谈到高岗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陈伯达说啊 高岗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 这次是处理的并不好 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 并不反对毛主席 高岗反对刘少奇同志 在中央内部实际上是公开的 高岗啊 公开和很多同志都谈过 他对刘少奇就是他有意见 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有意见 所谓这个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呢 就是上边我们说的刘少奇提出的这个剥削有功论 其实陈伯达上边说的这些话 他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呢 他就是说高岗反对刘少奇啊 在中央啊 他实际上是公开的 我们现在很多媒体啊 都把高岗反对刘少奇这件事啊 描述为他在私下悄悄进行的一个阴谋 就是说高岗反对刘少奇不是公开的 而是私下悄悄搞的一个阴谋 所以陈伯达呢 就在这里还原了一个历史真相 他就说高岗在中央是公开反对刘少奇的 那么高岗私下反对刘少奇和高岗公开反对刘少奇 这两件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么如果是高岗私下反对刘少奇 那毛泽东当然是不知情的了 那就是毛泽东被高岗给蒙蔽了 现在呢 主流媒体他就是这样一个解释 就是说高岗私下偷偷的反对刘少奇搞一些阴谋 毛泽东不知道被高岗给蒙蔽了 可是呢 如果就像陈伯达说的那样 那么高岗是公开反对毛泽东 是公开反对刘少奇的话 那么毛泽东他就不可能不知情了 因为连陈伯达这样在中央地位不是很高的人都知道 高岗公开在反对刘少奇的话 毛泽东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毛泽东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那么如果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呢 毛泽东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毛泽东是支持刘少奇的话 他就应该来维护刘少奇的威信了 所以说毛泽东一旦知道高岗公开在反对刘少奇 那毛泽东就应该立刻来批评高岗 要制止高岗怎么说 制止上啊 虽然毛泽东早就知道高岗在公开的反对 刘少奇 但是呢 毛泽东不但没有制止高岗这样做 反而还有很多啊 鼓励高岗来反刘少奇的一些迹象 这些迹象呢 我们在后面再详细说了 这里先不谈 第二个呢 材料啊 就是邓小平的讲话 邓小平在1980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啊 他就提到高岗 他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说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 毛主席套了人家也有责任 毛主席解放初就对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有意见 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 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 摸着气候 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因此晕头转向 邓小平这里就说得比较清楚了 就是说高岗敢于公开跳出来反对刘少奇啊 毛泽东也有责任的 邓小平呢 他又进一步指出其中的原因 邓小平就说啊 毛主席解放初就对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有意见 那么毛泽东在建国初期 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究竟是有什么意见呢 关于这一点呢 邓小平他没有给一个答案出来的 第三个材料呢 就是赵家良在这个2008年出版的 高岗在北京艺术中的说法 这个赵家良啊 他以前是高岗的秘书 后来呢 他当然因为高岗事件受到一些这个牵连了 他是这本书呢 他是在2008年出版 他是讲后来高岗在北京的事情 赵家良在高岗在北京这本书中啊 他就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就是当时候为什么摩泽东在建国初对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意见 赵家良是这样说的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 刘少奇等人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太大了 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个人崇拜 加强集体领导 并且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 就是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 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 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 对于一再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来说 刘少奇的主张和措施显然不合时宜 不能接受 毛泽东批评有人搞分散主义 同时严厉批评刘少奇 不经过他就擅自发中央文殿 关于赵家良提到的 这次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的这件事 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他有记载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他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 杨尚显的两次书面批评 时间是1953年5月19日 毛泽东说了 毛泽东的书面批评 他是这样写的 第一 事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 均需经我看过方人发出 否则无效请注意 第二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 擅自发出 是错误的 是迫害纪律的 赵家良的书中 他就把1953年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次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给点名出来了 那么1953年 三月份四大年事实后 就是周恩来等人也包括 就是刘少奇等人吧 他也包括周恩来了 他就认为我们要防止个人崇拜 要加强集体领导 并且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党中央设总书记 增设几个副主席 部长这个集体办公制 国家实行部长会议 或者搞这个议会制等等吧 所谓的 刚才我们说的 所以所谓的刘二奇他们说的 提出的防止个人崇拜 这句话呢 因为在当时啊 中国能够搞个人崇拜的也只有 毛泽东一个人了 所以说所谓的防止个人崇拜啊 其实就是防止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它是个同一词了 就是要防止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等于是同样一个意思 而且呢 当时刘二奇他们这些人 他又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 就是在中央啊 增设一个总书记 这样呢 就可以制约毛泽东啊 他担任的这个中央委员会主席 他这个独揽大权的局面 而且呢 如果你增设几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话嘛 他也可以稀释这个毛泽东 这个党主席的权利 因为你副主席他越多 毛泽东他的权利就越被稀释掉了 另外呢 刘二奇他们提出啊 在国家机构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 或者是部长会议制啊 他又可以来限制毛泽东国家主席的权利 因为当时毛泽东他除了 就是中共中央主席之外 他还是兼任中国政府的国家主席的 国家主席是后来到1959年才让给刘二奇的 我们从上面这些行动来看啊 刘二奇他们这些人啊 还真是想要限制毛泽东手中 他当时候就是独揽一切的独裁大权 这件事我们前面也说过 就是刘二奇这个人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 可以这么说 在这个战争年代呢 因为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毛泽东这样政治强人呢 所以刘二奇呢 他就带头来塑造毛泽东啊 成为一个政治强人 可是当中共取得战争胜利之后 中共的江山坐稳了 这时候呢 他们就不再需要一个独揽一切的政治强人了 于是呢 刘二奇又开始带头 试图限制毛泽东这个政治强人的手里的权力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呢 刘二奇他们这么做 当然是就是另一类的角度是走骨盆了 毛泽东就认为你看 是我率领你们从山沟沟里面打到城里来的 现在你们做了天下了 现在胜利了 你们就不要我了 这不是过河参桥吗 所以呢 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 刘二奇他们试图限制他这个独裁大权这个做法 因此啊 这个赵家联他也就说得很清楚了 说说毛泽东对刘二奇的这个主张 他是不能接受的 毛泽东对刘二奇的主张 不仅仅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问题 毛泽东还要反过来提出反对刘二奇他们的意见 这个呢就是反对分散主义 毛泽东啊就批评刘二奇他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啊 是分散最高领导人大 就是这个这个最高领导人权权利 这个是一个的分散主义 就是你把那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权力给分散掉了 这个不好 所以呢 毛泽东提出来要反对分散主义 就是我们这个权力还要集中 当然了 毛泽东不只是批判这个刘二奇搞分散主义了 他还借用这别的事情来对刘二奇提出书面的批评 来降低刘二奇的威信 所以呢 这个毛泽东啊在1953年5月19号发出的那个 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书面批评 毛泽东的这个书面批评虽然没有具体点刘少奇的名 但是呢中央的人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针对刘少奇说的 毛泽东这个书面批评一出来以后发到中央以后 那么头脑比较灵活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啊 毛泽东这样严厉的批评刘少奇 说刘少奇这件事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等于是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了 这么呢就是不是显示出来 毛泽东已经对刘少奇不信任了呢 所以啊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这场矛盾啊 我们已经不能用这个矛盾来形容了 更确切的说啊 应该是这个一场啊 就是围绕着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一场政治斗争 刘少奇他要限制毛泽东的独裁权力 那么毛泽东他要保卫自己的独裁大权 因此呢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这场政治斗争呢 只发生在1953年3月到1953年的12月 所以呢 这里啊我们就称为毛流的第一次政治斗争 以后啊 毛泽东和刘少奇还发生过多次的政治斗争 所以呢 我们以后将陆陆续续称为毛流第二次政治斗争 毛流第三次政治斗争 毛流第N次政治斗争等等 这样说 最能显示 这次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呢 他不是一般的思想 就是思想认识这个看法上的不同 而是一场激烈政治斗争的这个证据啊 就是 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 让高岗啊 去东北查 这个东北的叫做 当当时候为满洲国的这个档案 就是要了解啊 1920年代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 有没有叛变的情况 毛泽东让刘少奇 让高岗去查刘少奇档案这件事情呢 最早是高岗夫人李立群披露出来的 不过呢 当时候李立群他只是对来访的人啊 他谈到这个事 并没有这个公开的这个文字资料出来 所以当时产生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中国公开出版物啊 谈到这个查刘少奇档案这件事情啊 是张秀山写的 我的85年 这本书是1920 这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 张秀山啊 他在我的85年中啊 他是这样写的 在一次谈话中 罗瑞卿突然问我 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 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 便对他说 1953年高岗对我说 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低伪档案中 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 要我去组织落实 我在布置工作时 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 避免给人留下事 专门查看某人的印象 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 组织部长的郭峰和 承办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 也不知道查阅 DV档案的目的 后来在2008年出版的高岗 在北京这本书呢 就更加明确了这件事 高岗在北京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 我们提到他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写的 高岗在北京中啊 他是这样写道 高岗说 就在这时啊 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 东北的迪威档案 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主席把这么绝密 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 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 我也由此意识到 毛主席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 已经产生了怀疑 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 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 这使我坚定了毛主席 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置上 拉下来的思想 高岗这里的话呢 就已经说得比较明白了 如果呢 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呢 他只是一个思想认识方面的矛盾呢 毛主席完全是没有必要去查 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查刘少奇是否在这个 以前在敌伪时代 是不是叛命过这件事 那是没有必要去查的 毛主席要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显然呢 他是试图从政治上样把刘少奇搞掉 所以呢 高岗他就这么说了 高岗就说我也由此意识到 毛主席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 已经产生了怀疑 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 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 所以高岗就把这件事情就说得比较清楚了 后来这个高岗夫人李立群他也说啊 李立群他说我给中央写信说 关于高岗的死 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 很多事情高岗干的反对刘少奇 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党案叛变自首 都是毛主席叫高岗去做的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攻击刘少奇的发言 是毛主席修改的 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 好像就说 就是毛泽东啊 要去查刘少奇这个所谓叫做判变的档案 这件事情啊 那是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所以说呢 一旦这个刘少奇他知道啊 毛泽东悄悄查他的历史问题啊 估计他也是出了一身冷汗 当然了 刘少奇他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呢 在刘少奇全力等 就是鼎盛的那个1961年的时候啊 刘少奇啊 居然派人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安装了窃听器 估计啊 刘少奇也是担心啊 毛泽东会不会跟他的什么私下的亲信啊 谈什么要整自己黑材料的事情了 所以呢 他如果搞一个窃听器 他就可以及时发现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呢 就是刘少奇啊 他就以工作的名义啊 就悄悄派人在毛泽东的这个专业场就安装了这个窃听录音装置 刘少奇的这一手呢 也可以算是毛泽东当年曾经悄悄去查他的历史问题的一种报复吧 1961年2月 毛泽东发现啊 自己的专业场被安装了窃听器 毛泽东也马上就想到 这一定是刘少奇干的 因为别人肯定是没这个胆量干这件事情 不过呢 当时候毛泽东是什么也没有 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说什么话 因为那个时候啊 刘少奇还是叫做事如中天的时候 当时候毛泽东还就是说还是要动刘少奇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毛泽东啊 他当时候就没有 就是没有做过多的表示 这件事情呢 就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 不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高岗当年查出来的 就是刘少奇这些叛变自首的材料 又重新给拿出来了 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这些呢 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们以后再说 所以呢 1953年3月4大年 就是逝世之后啊 就是中共高层呢 就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呢 本来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场大战 可是呢 后来阴差阳错 搞成了一个高岗饶住时的反党集团出来 那么这个 阴差阳错了怎么回事呢 今天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 下次呢 我们将接着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一次政治斗争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前来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敬请有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前来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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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